算命館喝,星天公罪 然後就看到這個王廷帶生意 所以我就坐下來了 台灣最大的餐飲集團老闆 他說有一個叫簽移工 我這個人就適合做比較遠的生意 本身的話是有帶財的 帶財的 而且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財產公司有帶財 我覺得這三年比較好 結財是前兩年結 那紅蘭新也不是每個人都有 有的話要在哪裡 在命的話就是比較好 那紅蘭新是幹嘛的 異性緣跟粉絲叫紅蘭新 他命公的話 不是每個人都有 整條街都是算命館 我有跟以前那間算命的做比較 有幾個都是配的上 我想說換一下 做第13首歌了 想到很多點子 點子很多的人 很擔心說會不會做了 觀眾有沒有很多 是不是音樂就不要做 又停掉 人才來算一下 就說我這三年運勢會很好 應該是要繼續做 做音樂影花一千兩百 一千一百多萬 台幣人 他說我前兩年結財 很明顯嘛 就吳宗憲給我三千塊就沒有錢了 沒有人找我 也沒有工商 但是他說我這三年會好 叫我繼續做 他說有的人 你來算命的人就是說 不適合走演藝圈 他就會直接跟他講 你就放棄吧 說有的人是有潛力的 他覺得我可以繼續做善事 跟我另外一間講的一樣 不是為了作秀在做 是你發自內心 真的想做善事 然後你去做 會影響到你的命 會好一點 然後他說 演藝圈放 流量比技術重要 寧願去找一個流量高 像蔡阿高合作 也不要去找一個 很會唱歌 但是沒有觀眾的人 這個年代是流量比技術重要 好嗎